陳人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歡迎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您委員德胡 院長還有議會的各位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賴院長還有行政院的團隊 我想今天早上立法院 我想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就是有關於八百壯士反年改 他們其實是到立法院來做陳述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在年輕改革過程當中 主要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現在的政府沒有多做 更多的一些溝通跟協調 才造成這些軍人他們長期都在立法院這裡 為什麼他們要站那麼久來做他們的訴求 其實他們主要訴求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信賴保護原則 第二個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因為我們現在把法律溯及既往 以及把原來的信賴保護原則全部都推翻掉 讓這些軍人他們可以說沒有辦法接受 包括先前的功跟教 那其實今天早上的漢士 主要他們進來 我有看他們帶了一個陳情書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太陽花學印 那麼嚴重的一個對比 其實這些軍人還算是非常非常的理性 但是當然到最後發生一些漢士 一個叫 廟德森上校退下來的 因為要進來 結果他可能爬牆怎麼樣 現在應該還在台大醫院在急救 可能會命危啊 另外還有一個吳思淮將軍 我想他現在也是心臟病駐台大 其實我認為你只要做雙向溝通 好好的溝通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退休的軍人 他們原來就有一些規劃 那現在政府這樣大刀一砍 也沒有做更多的溝通 才造成他們這麼激烈的一個要求跟衝突 我認為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要有規劃 而且要做雙向的溝通 但是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不管是這個公教 甚至於軍人 那個警察跟警銷 他們都改了 馬上7月1號要實施 但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改革我們不是反對 問題你實施的日期 你要同步啊 你現在是自製專挑軟的吃 結果現在只有要砍殺軍公教 那勞泥再晃再久 我們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 好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燕秀 院長以及在現場所有的行政院團隊 今年的年還沒有過完 今天也是開議的第一天 我沒有想到要帶著沉痛的心情來到今天開議第一天參與國事論壇 反年改團體 今天早上的大動作 也提醒 蔡英文總統 整個行政院團隊 在整體年改的過程當中 你們到底溝通了沒有 今天退伍軍人 必須要用自己的生命 現在聯絡臺大樓上校生命還在旦夕 昨天蔡英文總統跟整個民進黨的團隊溝通說 我們要有氣質的 好好的通過這個會集所有的法案 請問你們有氣質的通過所有的法案 是用你們在立法院人數表決的多數 到底有沒有跟所有的團體做過溝通 在整體的年改的過程當中 是真的由下而上嗎 整個年改的管理當中 年改的過程當中 是凸顯出 民進黨你們急著修改 做年改 但是跟這些退伍軍人也好 包括整體年改未來對於整體台灣的募兵制的影響也好 到底做了多少的思考 民進黨只會用一個口號多角掃領言後退 鬼打牆的原則來去進行年改 用媒體放話的方式來去做溝通來取代溝通 但是所謂的樓地板面積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到底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負責年改的無論是退伍會 無論是我們林萬一政委 到底跟這些團體做了多少的溝通 我們今天他們必須要用犧牲自己生命的方法 來到立法院做這樣子的抗爭 驚人的年還沒過完 我們就聽到這些遺憾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退伍軍人會有這樣的動作 這也代表了累積多少的憤怒 整個年改從前年開始的醞釀 用了多少抹黑的字眼來去污蔑 長期對於這個國家這一塊土地貢獻這麼多的軍人 今天他們必須要用這樣的生命來去對民進黨政府抗爭 現在樓上校命還在旦夕當中 我們在這邊只能為他集氣 但是我必須提醒民進黨 這個會期的年改 如果沒有做好充分的溝通 國民黨團絕對抗議 我們也希望要暫緩這整個會期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我的題目本來是要講衛生紙的問題 但是我們剛剛得到最新不幸的消息 剛才不慎跌落的廟上校已經往生了 廟上校是一個非常熱血的軍人 他曾經上過我的廣播節目 我在採訪他什麼呢 他為了緬懷當時所謂北發的路線 他一個人 飛到廣州的陸軍軍官學校 從那個門出發 他一路走了三千六百公里之遠 到達盧溝橋 他就是一個人 當然路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他就是這麼一個率性 維持軍人的軍魂 這樣子一個人物 雖然他的軍階也不是非常高 但是他在軍中 受到所有的陶責的敬重 就是因為他熱血講義氣 今天發生這樣子的憨事 我希望大家都為他禱告 我非常非常難過 他也曾經在完成他的路線 三千六百公里的路線以後 回到台灣以後 他也用他的腳 其實他已經六十多歲了 他用他的雙腳 再從台灣 繞台灣一圈 所以他是軍人 他也是非常愛台灣的 今天他會參加早上的 這個抗議的一個行動 當然是跟最近行政院打算要推動的軍改 造成所有軍方人員人心惶惶 心聲不滿 對於他們一輩子為國家奉獻 這樣子的心情沒有被照顧到 才會採取比較激烈的一個行動 我們除了表示傷心哀悼以外 我希望賴院長能夠重新思考 國家是要發展經濟 不是專門找老百姓來開刀 現在軍工教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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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退休的 每天都生活在一個不安的情況下 那你說 我們所有的鄉親所有的民眾 能夠得到安心嗎 我再一次奉勸 民進黨的政府 今天 拿軍公教開刀 說如果軍公教 所有的年金不改革 國家會破產 但是 你有沒有想想 今天民進黨已經執政 是不是 政府失能 造成民怨載道 到處 都聽到民不聊生 經濟不景氣 不只現在衛生紙到處 含漲含搶 現在 電價也基金要漲 我今天 本來要講的 就是 非核家園 是含假的 非核家園 是含假的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行政官員 大家早 今天是一個不幸的日子 就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 反軍人年改團體 八百壯士在今天早上 成功地闖入我們立法院的院區 盤踞在議場的門口 但隨即警方動員了霹靂小組 加以強力地排除 這場行動造成了我們 謬得生 上校衰落地面 重創的不幸事件 本夕在此表示 遺憾 與不捨 並對於民進黨政府 蠻橫粗暴的行為 表示譴責 民眾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拒絕國家的暴力 就退伍奸人而言 在軍中 只要接到命令 山巔 海兵 前線 外島 無論環境多麼的惡劣 都會束手陣地 因為相信 國家會照顧他們的終身 但在國家財政困難 及世代之間 有相對剝奪感的氛圍中 他們靠應有的 越退縫在生活 卻被污名化 社會忘了 當初是他們 願意犧牲家庭 和穩定的生活 換來現在無餘的日子 我們將心比心 目前這種年改的方式 有多少當事人 願意咽下這口氣 軍公教年改 原定是要同時完成 但是當政府發現 軍改會衝擊國家安全 去年先處理了我們公教的年金 這會期軍改 竟然是說有一定要過的壓力 但修法過程中 勢必要以強硬的態度 不顧民意 強勢的過關 這絕對不是一個 號稱民主國家應有的作為 昨天雖然民進黨 揚揚撒撒地對外宣布了 122項的優先法案 然而到最後通過的 竟然都是關於政治的議題 對於民眾所關注的 恐怕只會輪於指紋樓梯想 不見人下來的窘境 不管從黨產的條例 年金改革的法案 農田水利會組織修法通則 再到本會期的 軍人年改的 以及財團法人法的修法 可見一般 我在此呼籲民進黨政府 請重視民生 優先穩定物價 便在以政治的考量 以國家的暴力 來對付這些 為國家犧牲奉獻 青春歲月的退役軍人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 昭順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我今天是以無比沉痛的心情 站在這裡 我們從去年軍公教一直被民進黨政府 可以說是污名化 甚至於被逼到牆角去 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了八百壯士 他們衝進來立法院 而且造成了傷亡的事件 他們告訴我 事實上真的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蔡英文政府說 他們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同時呢 不斷地在所有的國軍集會的場合 強調 說他是軍人的靠商 要讓未來的軍人 比現在過得更好 可是本習想知道的是 當八百壯士衝進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政府除了找霹靂小組 把他們驅離 我想請教蔡院長 賴院長 賴院長 你到底在現在上任的國防部長 或者上任的退伍會的主委 你們派人去跟他們溝通了沒有 包括昨天 我們看到民進黨黨團 他們洋洋傻傻開了一個黨團會議 說這個會期要通過一百多個案子 但是其中我們看到一個案子 是讓我們非常難過的 他們甚至於說 在民進黨黨團開會的時候 軍改樓地短面積 在前一段時間 所談的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元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太高了 所以這個案子送到立法院 變數非常的大 我在這裡 要告訴賴院長 從去年 不管是軍 軍 公教的改革 一樣 所有改革的方案 到了立法院 就被立法院黨團 民進黨的黨團 把它擋掉 請問 我們如何信賴這個政府 所以我在這裡 要求賴院長 你能不能夠 派你的國防部長 派你的退伍會的主委 我們溝通溝通再溝通 我們不希望 這樣子的悲劇再發生 我們希望 能夠讓我們 過去對我們整個國家 最有貢獻的軍公教 能夠有尊嚴地活下去 最後三十秒的時間 我想請問賴院長 我們最近 包括我們消保會的副處長講說 三月中旬以前 我們衛生紙不會漲價 請賴院長明確地告訴 我們的人民 到底什麼時候會漲價 什麼時候不會漲價 我們到底要到哪裡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 陳委員歐伯 主席蘇院長 賴院長行政團隊 本宴各位同仁 今天早上 本宴發生廟上校意外墜樓身軟的事故 本席在這裡表示哀悼之意 本席來自宜蘭 宇蘭是一個善良淳樓 對於慎中追遠這個事情 大家非常的重視 對於今天立法院發生這個事情 本人同感不捨 我想 軍人年改的事情 我們對社會有承諾 尤其是民主進步黨 在競選總統期間 對於各項年輕的改革 我們也提出了一個方向性 時間性的一個承諾 本會期 尚未討論 就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本席在這裡沉痛的呼籲 不管是哪個政黨 大家對於民眾交互給我們的 聯軍改革的重要使命 我們是不是能夠更加理性來面對 軍人為國家奉獻一聲 在聯軍的改革方面 我也期待 社會各界能夠支持 執政黨對於軍人年輕改革 不同的一個看法跟對待 但是我們目標一致 就是希望這個社會 老有所忠 這個社會 我們過去為台灣經濟奉獻 為台灣社會付出的這些 長輩們能夠得到 比較好的照顧 而且是公平的照顧 因為社會呈現著 不同 退休之後的待遇 所以政府一定要面對這樣的難題 也期待本院各位同仁 在這次的會期 我們針對軍人聯改的時候 我們能夠更加理性 多給我們軍人退伍的團體 一些表達意見 一些陳情 大家理性探討的空間 我們在做最後的決定 我相信這樣才能夠 符合社會的期待 對於 今天的意外 我也期待 立法院 蘇院長 能夠針對 未來安全的防範 以及 相關陳抗團體 的處理 能夠更加妥適 以維護我們 自由民主的國家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科委員 治安 主席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大家早安 我想今天是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天 身為在野黨的角色 我們原本是要佔盡 我們監督的職責 跟著院長所帶領的行政團隊 大家共同為我們台灣的經濟 還有青年的低薪問題 一起來尋求解決之道 但是呢 沒想到今天早上 發生了這麼一件不幸的事件 一位上校之死 帶動了多少軍人兄弟 內在心中的一個澎湃的情懷 所以我個人認為 新任的國防部嚴部長 你今天不應該這個時候 還坐在備詢台上 你應該趕快到台大醫院 來慰問這一位 從抗戰過去的過程當中 為台灣這個社會 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 他今天所求的不是任何事情 只是為了他那一批同袍 那麼微薄的一個薪資 那麼一個為國家奉獻的一個情懷 我想嚴部長 你應該是感同身受 接下來呢 我們除了對這個不幸的事件 感到無比的一個沉痛之外 台灣社會最近發生了非常多不幸的事情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一些物價上漲 包括我們學術單位 學校所有的大學昨天是已經開學了 台灣大學的校長 從1月5號選出來 到現在51天 卻還迟迟等不到一個新校長 我想以賴院長你對人的溫度 對處理事情的高度 這絕對不僅所樂見的 但是呢 我們的潘部長是被蔡總統 給極力未留的 但教育部所作所為 院長你還是要概括承受 今天面對卡管的事件我們要問 教育部的次長從頭到尾都在現場 他也簽訂了聯名的簽署了所謂的會議的結論 我們要問部長跟次長中間的辦公室 到底會有多遠 這麼一個簡單的事情 常常參與的部次長 難道沒有辦法句實來告訴部長嗎 事件發生到現在 部長沒有出來講話 輪到一個處長 完全用他的一個想法 來要求台大 岳飛十二道金牌 目前台大已經到第七道了 昨天還要求開學生委會 要來下第八道金牌 台灣大學 你不要說他這一次的深耕計劃拿到十八億 再給你拿到一百八十億 如果讓校長的事情搞不定的話 我們台灣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到底是在哪裡 從頭到尾 我必須要說 我們願意為台灣這個社會 大家朝野共同來努力 但是我們所今天看到的 每一個行政的單位 所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謝謝科委員 下一位請 許委員育人 主席 賴院長還有我們各個機關的行政首長們 今天二月十七號 是我們立法院會期的開議第一天 非常不幸的 在這樣的一個重要日子裡面 我們反年改的承抗民眾 沒有上校因為想要進入到立法院翻牆 不勝墜落 造成頭骨破裂胸部挫傷 目前還在台大醫院急救中 還在病危當中 我們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捨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強烈的抗爭手段 代表一個重要的意義 軍人當他被逼到牆角之後 他會用最激烈的手段 去維護他們認為是正確價值的理念 今天會有這樣子一個強烈的動作 無非在於他們已經求救無門 無非在於他們對於當前政府施政的手法 還有通過法案的方式 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透過這種類似殉道的一個方式 希望犧牲一己生命 喚起社會大眾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我想這是一個沉重的警鐘 也是希望我們立法院同仁 還有賴院長所帶領的團隊 可以看得進去 可以聽得進去的一個狀況 賴院長本習想送你四個字 獲得載物 今天台灣所面對的環境的險峻 不只是在於內在 更在於我們面對國際的情勢 對內你如何可以讓國民可以感受到 你真正的施政是為了全民的福祉 而不是單純的快速的想要進行所謂的改革 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進步 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可以完全的信任政府 可以把孩子們的未來交在這個政府的手上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這一批成抗的民眾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各種的因素 選擇了從軍這一個置業 奉獻了一輩子 常常出任務之前吃的最後一頓晚餐 就是他跟家人說再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去年空軍 飛行員墜海 找不到 然後現在屍骨在哪裡都看不到的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我懇求賴院長 今年在處理軍人連改的時候 可以好好思考 另外如果有可能 今天發生這樣一個不審的事件 我們是不是暫緩今天的考驗力程 讓外面情緒衛騰的民眾 成長的民眾們也可以稍稍的沉澱一下 在這樣子雙方非常緊張 而且近距離共同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心不希望看到有任何的流血程度 然後我也希望院長可以三思 暫緩今天地板的移程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吉 蘇院長還有我們行政院來院長團隊 以及我們立法院各位同仁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天 本席非常的遺憾 既然我們聽到了 有個庙上校 不是因為要衝進立法院 從這個倒下來 今天庙上校呢 他現在還是在跟生命做拔河 像目前是在台大醫院急診部 在急救中 他有心跳的跡象 然後還有呼吸的跡象 我們希望廟上校呢 他的這個手術能夠非常的順利 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但是我在這邊呢 也同時 要跟我們的執政的這個民進黨的政府 希望你們能夠多關心 我們軍人 他這樣的一個這個 他的一個年改的這個這個問題 我們是這個無比沉痛的心情 也是悲傷的心情 聽到這個消息 那今天我們到立法院來 我們立法院周遭呢 為了怕八百壯士衝進立法院 到處又圍繞著蛇龍跟巨馬 所以民進黨執政以來 這兩年啊 胡搞亂搞 這弄得我們軍人 警察 民怨沸騰 我們幾乎天天在開議呢 都是要著小門進來 都是蛇龍跟巨馬圍繞在立法院 過去我們已經通過了 公務人員的退休輔系條例 也通過了交易人員退休輔系條例 今天我們八百壯士 在立法院束手了將近一年 超過了一年了 那我們現在很遺憾的 又聽到民進黨 在還沒有跟八百壯士 這些城抗團體溝通之前 又要推出了軍人年改的法案 而且把它列為優先的法案 所以我在這裡 是不是建議 民進黨政府能夠 要認同我們軍人 他一生捍衛國家 奉獻犧牲 他們對國家是有功勞的 我們應該在他退役之後呢 要好好照顧他 退役之後的生活 讓我們軍人都有尊嚴的 能夠過他這個後半輩子 所以我在這裡呢 因為之前我們也去接見了 剛才吳師懷將軍 我們有費洪泰委員 曾明忠委員 還有習政會委員 以及正天才委員跟本人 聽到他們的訴求 他們是希望 我們蘇院長是不是能夠 去接見他們 接受他們的成形書 本席建議 副院長是不是能夠 我們軍人法院現在是 能夠接見我們 市外將軍 他們有一個成績 他們有一個心函 要提交給我們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請領委員立場 主席 賴院長 還有我們行政院的團隊 還有今天在場的委員同仁媒體 立場借這個機會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 我們的沒有上校 現在還在跟死神拔河 我們用一分鐘的時間 來為他祈福 來為他祈禱 感謝他為國家的貢獻跟付出 希望說他可以在跟死神拔河 拔鬥當中 有我們的力量把他拉回來 那也感謝他 那必須要說 蔡政府上任以來這兩年 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來看 一粒一休 我們是怎麼對待勞工的 因為他是心中最軟的那塊肉 所以呢 比較好欺負 那我們怎麼來對待 為我們台灣貢獻 不管是從年輕時代 投入服兵 為我們國家打拼的 蔡政府是怎麼對待他的 你怎麼去說服現在的年輕人 投入當軍人呢 再來我們看到說 現在也剛卸任的我們的 我們的 馮士官我們的 馮副長也講了 我們可以花一億買飛彈 是否能多花一萬塊 讓我們的兄弟吃好一點 這些軍人 為我們國家貢獻付出 到他年老了 要為他 所有的我們的 退伏軍人而努力 所以呢 本習在這邊 必須要強調 不管是我們 國民黨的委員 民進黨的委員 你們都有 被我們軍人保護過嘛 我們的國家要安定 不是要靠軍人嗎 難道你們 都沒有好好的溝通嗎 我們的溝通 是在立法院裡面 過水的溝通嗎 所以呢 本習認為 剛剛我們習運人委員也有談到 今天是否要暫緩 今天的會議 也麻煩我們賴院長 出去跟我們軍人 溝通 真正的溝通嘛 所以呢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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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必須再強調 和檢測一次 我記得說 不管 我們這邊 有沒有軍人的朋友 我們這邊 有沒有受軍人的照顧 還是我們身體 在台灣 這麼憨 天下 掉下來的 我們就可以這麼安蠢嗎 沒有這群軍人 從年輕的溝通 為我們長兵 我們有現在的安蠢嗎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邊在市場 不要 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的會議 應該要掌握 要好好的溝通 才能 承諾當時 探索總統上任的 都講了 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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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在哪裡 你們的溝通不是問題 的懷疑裡面 你們的溝通不是問題 你們的溝通不是問題 你們的溝通 講一些華語的話 華語的話 是你的溝通嗎 好 謝謝林委員 那麼 登記國事論壇 發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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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 謝謝林委員 那麼 登記國事論壇 發言的文章 發言的文章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發言的文章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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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厭 發言 發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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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